很多人年紀大了 或者身體不是很好的時候說 啊!大的運動我做不來大的運動 但是呢我們有時候訓練你的腦 訓練你的手 我們小動作也可以 所以要跟各位介紹兩個協調操 因為你的協調性呢 要慢慢慢慢練出來以後 熟人生小子就做得到了 大家好 我不是大廚也不是阿伯 我是很舅舅 我在醫院護理治療師簡文仁 第一個呢就是摸肩膀 大家可以摸到這邊肩膀 摸到膝蓋 所以理論上這四點 又順著順時鐘來動 好像很簡單 就是慢慢動 有動到手 有動到斜條性 另外一隻也是一樣 左肩 左膝 右膝 順著繞圈圈一樣 好!現在兩隻手一起來 各位跟著我一起做喔 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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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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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試試看 看你做起來是很順 還是手往腳亂 越快 而且又亂掉 表示你的協調性 你的腦筋 腦手協調越好 第二個動作呢 更小的動作 大拇指 右手 右手 右邊 對邊呢 用腳趾 這樣 該伸要伸 該縮要縮 左手也是一樣 該伸出來 要伸出來 該縮要縮 往這邊 兩隻手一樣 一起來 右邊是不是這樣子 左邊是不是這樣子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你速度 越來 越快 看是不是能夠很熟練 到後來 要被你手忙腳亂變成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都是一樣 慢慢練 慢慢練 你腦筋就要說 我該伸 該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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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熟練了以後 你就覺得 欸 鞋頭就做得很好 鼓勵大家 做著看電視 手指頭的協調 或者是 比較大的肢體的協調 這些都鼓勵你 掌勁 動作 預防 支持 另外呢 手指頭 身體的動作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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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